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的话呢,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围巾 然后我们的围巾呢,是特别特别的松软,特别的舒服 总共的话呢,这里是130厘米长 然后皮脚的厚,整个的围巾是一种非常漂亮的彩虹色,是一个三角形的 你可以把它变成你的披肩,微薄,然后也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我们这种单一的灰色的毛衣给它进行一个搭配 如果是在冬天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我们是先从我们的围巾开始,毛线开始介绍 然后我们的毛线的话呢,是200克到800米长,然后是在网上订购到的 嗯,它整个的这个走线的话,或者是它的颜色的走势的话呢,会在它的这个图片当中跟大家展示出来 我们是先从下面这个三角形开始,然后再往上进行勾芝 然后两边的话呢,会变得越来越的细 一个彩虹的颜色 然后呢,是只不过它的顺序呢,不是按照彩虹的颜色来的 里面是有六个颜色 我们先从上面的紫色开始 可以把它的颜色给它拿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呢,是每一 左的毛线在里面是由四股组成 我们可以从这边呢,是走平针开始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四针 然后比较的松散 然后呢,我们再拉线 把它穿到我们的第一个针线里面去 然后我们再拉线 可以看到这边呢,可以看到这边呢,是有三个 是跟它一样的线圈,然后再给它拉上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线稍微的往上拉一点 然后我们再走一次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由右往上走了两个 在我们的线这个勾针上是有七个线圈 我们可以来数一下,1,2,3,1,2,3,4,5,6,7 对的,非常的准确 我们可以再来拉一下线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边全都已经拉过去了 那我们的第一个就已经是做好了 我们现在呢,是按照同样的步骤 然后再拉线 再指我们的平针 直到我们的勾针上是有七个 我们的线圈就可以再把它转过来了 有一点点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一个贝壳针 在上面 我们在上面呢,也是给它织了三遍 现在我们是到了我们的第二个高度 我们在上面呢,也是要给它拿过来 然后这上面呢,是七个勾针 拉线 我们每次的话呢,都是像这个样子 把它拉过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会有两针 所以就让它往上走一点 我们这边呢,是给它织了两个这个小的贝壳针 然后现在我们是第三个 像这样把它拉过来 像这样把它拉过来 那我们在这个外面的地方呢 那边呢,也是要把它的线去给它穿过来 我们是把它穿过来 穿到这边 在外面的地方呢 在外面的地方呢,也是两边都是要给它穿过来的 这样整个的话呢,都已经是穿好了 可以看起来就像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呢,是可以把它继续 我们每次都是从这边开始 从两边的中间的地方开始 那最后的地方呢,也是有两个在这上面 我们可以再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第三排 第三排呢,也是在往上 那我们在这两边呢,都是在中间的地方去给它穿过来 这边呢,我们也是到了它的一个上面一点的地方 然后这边呢,也是有两个要往上走 这边呢,是有五个 然后这上面一排呢,第三排是我们的七个 每一排我们会增加两个在这上面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是到了我们的第十排 第十排,第十排的话呢,看起来也是比较的棒的 在中间的地方有它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紫色 然后它的颜色呢,也是非常的棒 或者呢,是在这上面呢,是有它自己的一个颜色的一个变换 然后在这个下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变换的一个走势 然后这边呢,也是会往上走一些 每一次的话,它都是会有一些的变换 那我们整个的话呢,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办法 会往下,继续的往下进行勾置 好啦,那我们现在呢,是基本上已经到了这边 整个的颜色也是非常的不错 是到了它的一个 这个浅蓝色 非常漂亮的那个颜色,也是非常的靓丽的一个颜色 可以看到我们的颜色的话呢,也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渐变的感觉在里面 我们可以再跟大家展示一下这边 然后现在呢,它这里会有一些的改变 上面呢,这就是有三个在这上面了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话呢,也是非常棒的能给它折过来 我们在这上面呢,是把所有的都是要给它锁一遍的边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是把它的线圈稍微的给它绑了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是把它的线圈稍微的给它绑了一下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整个就不会跑来跑去了 然后用我们的这个皮筋去把它绑了一下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好了那我们这样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快要是做好了 最后的话呢 我们整个的围巾 会有大概也是有这么宽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款围巾 这下面是剩下来的一些布料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线呢 是稍微的给它剪短一些 稍微的拉一下 然后我们要把这边的线呢 是去给它缝起来 这样的话呢 它整个就已经是完全会做好来了 可以把它放到这边 在外面的话呢 是我们的黄色 以及在我们最里面的呢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绿色 然后它的线是非常非常的松散 然后是也是非常的舒适 如果喜欢的话呢 希望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加一鼓励 那我们的视频呢 也是每天每周都会定天推出新的视频 如果有订阅的话 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了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